天下 日月永恒 这月亮照亮过多少人 人生苦短 数十个寒水 子马全 你跟朕一样 都老了 太史公书开篇 无地本纪 皇帝你写得好 崇德尚武正负万民 我大汉 以小皇帝之美德 后事 亦当以皇帝 为典范 谢陛下 太史公书详细载露秦汉 上级轩辕皇帝下之于今 诸十二本纪 修定年代表术差异 做十表 礼乐损誉 履历改意 兵权山传鬼神 天人之计 成臂通辨 做八叔 二十八秀烈星 环绕北辰 三十根车符 急于车谷 运行无穷 府臂古功之臣 与此相当 忠信行道 奉侍主上 做三十世家 有些人正义而行 立功名于天下 做七十列传 总计一百三十篇 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 称为 汉史公书 秦史公书 可与资政 可与人 此书很重要 但也不可随意翻阅流传 朕会择今有片目 给皇子们读读 谢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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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史公书 一部已经入阁 但我看见 杨运手里还有一卷 我猜 那应该是您留给世人的一部 聪明 太史公书藏之名山 也应当传之旅人 也应当传之其人 通义大东 清史 人人可多 人人应度 今天我终于 今天我终于可以告慰先父了 千尔 千尔 辛苦了 为父母 带司马家族 谢谢您 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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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儿没有辜负您的培养 既在专须 命难正纵 亦四天 匪正离 亦四地 生在史官之家 你我父子两代太史令 幸不辱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先生 您的心愿终于了却 圆满了 祖下 我还有一念挂戒 太史公书 后事流传如何 这样吧 先生 晚生 带您去看一看 太史公书 是我外祖太史公司马迁所写的 今日 我将他公之于世 太史公书 应该被天下人看到 您的外孙 杨韵 他把太史公书公之于世 这样我们在几千年后 才能读到这本书 啊 月娥 果然是个好孩子 这两位是 东汉史学家班固 他的父亲班彪 钻研 并续写了您的太史公书 班固受父亲影响 修传了汉书 太史公书 汉书 后汉书 这四部史书并称为 前四史 啊 中华历史 更续延绵 好 后世 唐朝也是一个极为繁荣强盛的朝代 宰相魏征 领衔撰写了隋书 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设立了编写 记转体史书的国家制度 史记成为了正史 啊 家国轻史 国家主修 好 您再看这个 二十四史 您看您的史记 位列二十四史之首 而且我告诉你 后世历代正史 全都传成了您开创的记转体 天地永恒 清世有心 好 您还记得我之前提过的那位后世的鲁迅先生吗 他是后世一位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 对您的史记极为推赞 语之大道必先为史 读理使者不可不读史记 史记堪称史家之绝唱 乌韵之离骚 这位先生过誉了 这位先生过誉了 在我生活的这个时代 国家非常重视历史 学生入学 历史是必修课 而且史记是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好 谢谢 先生 感谢 感谢先生 书写清史 写得精彩 请受 炎黄子孙 一拜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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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